各位网友,早晨,我是吴仔 早晨,我是希 我们希5 晨早新闻报寸 请大家给个like 支持一下我们有广播 今天天气如何呢? 来到2月23日星期四 今天天晴早清凉 日间光燥,最高气温約22度 最低15度 出黄门东风,初时风势清净 今天最高至日前指数大概是8 强度属于15高 唉,真是新闻 日日新鲜,日日金 昨天旺角 有个女人,很惨 是啊,没有练成铁头功 中了头奖 全剧中了 为什么说到这样呢? 隐晦点 是啊,暂时隐晦点 那件事我稍后会详细说 不错了 女人就不治了 目击者看到的情况 也是相当恐怖 装修工人在上面摔了一枝铁枝 插住了一个女人 被捕了 装修工人 哇,稍后会说 超恐怖 另外呢 烂佬不怕潑苦 我们看到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互相指骂 之后一个女人拿了一张西瓜刀 烂佬不怕潑苦?西瓜刀怕不怕? 真是很恐怖 香港是暴力街区 另外有痴女出没注意 有一条女人坐在的士顶上 又说不穿上衣服到处走 这么多痴线 还有一个痴线 烧公园 放火烧了公园 有可疑 烧到这样 中火案 另外有两宗 一个是拔牙 拔到心跳都停了 哇 另外还有一宗 就是说打球 打打篮球 人都很香 死了 死了 哇 今天的新闻太夸张了 详细新闻内容 哎 嚇死人了 有些人就说 哇 加烟税 每包加12元 也嚇死了 去到74元包 是啊 那些人早上收了烟 那些说布摊那些 即时加价 烟草税增三成 便利店即时加价 每包就74元 有些英文说 贵到车都没得搭了 车钱都没了 那你想怎样 那些不是必需品 那些奢侈品 正确来说 那些根本就是毒品 我们昨天说过 有些什么明星吃烟 戒烟片 昨天有条 你们要看一下 是啊 你们干什么 上了瘾 还要帮有害物质辩护 你给我吧 看到你就凄凉了 真是可憐 好 看看天文台 大潮集广 吐露港破潮障纪录 去到3.25米高 城门河就染没了 这么厉害 昨天有说过这个情况 但是现在创下历年来 二月最高大潮水位纪录 是的 走的都很湿了 那些大埔沙田人都很麻烦 变了宅国 沙田大埔单车径被掩没 沙田一向城门河都近水了 没说真的冲到上岸这么夸张 它不只是一边 现在两边 连马安山那边也浸了 哇 真是离谱 简直就是 这么低谷 看看你踩单车的那些 如何減水过 说水的新闻 屯门被风塘 渔船入水傾側 这件事好像昨天有提过 没事的 没事的 另外再说 昨天跑马 堕马意外 骑士田泰安 好东西 功夫好 他没事的 不过第八场赛事取消 哇 第八场最眼光 比赛期间的堕马 田泰安自己走上救护车 不知为什么你这样取消 可能撞到其他马匹也不一定 是的 因为有时候 如果你跌了之后 那些马照充中 怎么照算 昨天有一件事的意外 是 另外 当时商戀意中人 大家去掃货 当时开仓清货减价一折 我也想去看看 如果这样一折 但是没办法 要坐飞机 好了 我就回来了 一个星期内 我就会在香港出现 当时 他现在说一折起 指定分店 均一架五元起 哇 必数日用品药装 比事多还便宜 一折很夸张 现在那些价钱是5元 10元 20元 30元至90元 发售的 玩具那些会否便宜 因为那些玩具 一直卖到老链这么贵 只有看字 只有看字 就不买 那些人就发疯了 一定排队排到傻了 另外有一宗 是 也挺赚到钱 三千五元 一天里面 哇 三千元一天 乘三十万 十万一个月 你就发达了 你多少岁 超过退休年龄 内地老虎 73 和66岁的内地老翁 在公众地方 乞取施舍 警员在行动中检获一个乙户 一个交筒 一支拐杖 和三千五百元现金 挺好找的 他说这对男女一度尝试逃走 但也拐杖 除非你会轻功 sir虽然穿那些鞋 不能跑得 但都一样拉到你 两名男女正被扣留 调查 案件交由 湾仔分区军庄巡罗小队跟进 这些要举报 没有办法 内地也是内地来行黑 有些人说 一定是黄尸做的 一定是法轮功做的 神经病 这些也拐杖这些人说 香港遍地有黄金 除了俄罗小队之外 钱也有些 另外乞衣兵团 大本营在佐敦 宾馆负责人很生气 他说我看你们有报应 这样 什么 他很生气 我看你们有报应 是什么 说一些摄制队 可能是包庇还是怎么样 看看 宾馆保安员的查询 查询的保安员 看不看 保安华 一看就认得出那些残疾人士 通关后就进来 一进来就有四五个 全部都伤残 有些没手 有些没手 有些没脚 黑食 晚上七点 那些记者 拍到那些伤残人士 进大厦 有负责人带着 集团式经营 访问他 他声称自己来旅游 带着乐器在铜锣湾中环表演 但是宾馆负责人突然出现 手指指 他说 我现在问你 乞丐可不可以住 你们这么年轻 你保证你的儿子不是乞丐吗 你一定要多做一些好事 不做好事 你马上有报应 你慢慢看 人在做天在看 说还骂人回头 即是包庇乞丐 那他负责人是 服用乞丐 乞丐可在这里住 不过他的问题 不是说你的宾馆 只是说乞丐不可以在香港行乞 是不是 那你不用骤人 我知道你不关事 不知道你关不关事 此地无人包庇内地乞丐 不知道你关不关事 罵人的人就是谁也知道 这些新闻在网上看到 另外 香港发神经 通街纵火 葵冲纵火狂逃在燃 半个月内 之前已经二次了 燃的娣 demand 把游乐场燃至红烈火 造火大至1、2楼般高 刺马 刚才凌晨1点 regreses 石� när 以来二村石�ko 对开一个公园里面 由乐压司燃火 火勢猛烈 龍烟衝天 有附近居民見到 立即報警 消防員到場開油罐夠 看到事件應該是有可疑 有一名小民 市民走避時弄傷手捕 救護員自理拒絕送院 由於火場面積大 沒有辦法自己起火 相信是中火 重要是 短時間內已經有涼單 這件事 凌晨時分 在今個月9日已經有一宗 都在附近 但是還沒抓到人 執法人員要跟進兩宗中火 有否關連 有否關連當然有 肯定有,這麼近 200米來,有人中火 天眼,抓人 快點 很嚴重 先說哪一宗 旺角那一宗 我和OK仔說得嚇死人 超多人關注 逛逛逛逛逛 被鐵枝飛下來 說七十厘米牆 插入了四十厘米 你說一下,七十厘米 你說一尺 踏出頭層 即是有四十厘米 插穿頭 當場那個女人睡在那裡 完全沒有知覺,沒有心跳,沒有呼吸 即時死亡,真是慘 真是慘 客人很難發佈 也會這麼準確 走前一步 走後一步是沒有問題 他就是等正徹竹 這件事真是死神來了 昨天下午兩點 五個小時左右 旺角翔旺道 19號有高空雜物 傷人是死亡 一支六十厘米至七十厘米的鐵子 由高柱墮下 插中一名六十歲的女的頭 傷者昏迷送到廣華醫院搶救 宣告不辞 但是他不是抢救不抢救 那些人是逃人 有人適及尝试幫他掩住的傷口的血流出來 說他是即時死亡的 沒有呼吸沒有心跳 這個長髮大廈出面 很多人目擊 因為附近有很多人買豬肉 街市那些 原來單位棚架有人在清拆物件 有一枝鐵枝飛到街上 有一枝是插穿女人的頭 插穿海鮮 再插穿女人的頭 其實他的屁股已經有東西遮蓋了 街市上面有那些 先插穿那個 再插穿你的頭 嘩你這麼尖銳 對 為什麼這麼尖銳可以這樣刺下來 那個力量真的大 真的大 很恐怖 目擊者看到形容事件 嚇死人 我和OK仔研究 OK仔一句 比喻得很好 他好像那些串蝦一樣 一下子插穿了 整個 嘩 真的 香港 逛逛逛街都會這樣死 真的 真的非來頑禍 拿摩阿彌陀佛 我第一次看到新聞下面的人留言 全部都是拿摩阿彌陀佛 是啊 不是怎樣 恐怖啊 恐怖啊 那個裝修工人 六十歲也是 當時正為一個住宅進行 清拆那些僭建物的工程 人家怕那些僭建物就怕掉下去 你拆的時候就掉下去 發現現場仍然有高空襲物的危險 他現在下面先圍了 抓了那個人 真恐怖 十一樓飛之鐵路 說他插著死者的頭部 鐵枝長度有待確定 但是外路的部分也接近有二十cm 你想想一顆子彈有多長 一顆子彈也不是很長 一兩cm 頂了 他起碼撞了二三十cm 在頭裡 頭骨也很硬 有人說 剛剛打製了天亭蓋 老筍還沒生在那位特別遠 說就這樣說 但這些真的太恐怖了 連頭骨全身最硬的地方也沒有辦法 可以頂得住 是不是外出要戴頭盔呢 頭盔也會穿 那個帆布已經射了一下力了 唉實在太恐怖了 這些實在太恐怖了 如果你拆東西或者上面有工程的時候 可能下面真的要圍一圍 我們以後有什麼事 看到上面有高空工作也不要走過去 不是死了就不知有什麼事 他不知有什麼事 他不知有什麼事 女人就一聲 眼前一刻就走了 他腦子完全運作不了 總之很恐怖 可能臨死前也聽到雜聲 等等 但是個人就動彈不得 這件事太恐怖了 另外再說說 觀塘協和街男女大混戰 賽檔職員拿一把刀出來 最初是口角而已 看他指他罵他 拿一把西瓜刀出來 一看就像西瓜刀 長刀吧 你想死的 報警抓你的 這段影片是兩分多鐘 四個男女發生爭執 其中一個是女人 真的是列女 在賽檔拿一把刀出來 揮打一名 長群女子左邊大腿 拿一把刀拍銀 男人馬上賀指他 喂 雙方扭打一團 試圖搶他的利器 他說長群女士 試圖阻止兩人打架 這件事抓人了 男人成功拿了一把刀 說賽檔女職員情緒激動 拉扯黑衣服的男人 另外一個灰衣服的男人 亦上前阻止 阻止這個女人 但是那個女人 就是拉扯他的頭髮 和推開他 之後那個男人 那邊就走 說人家拿刀還不走嗎 想起初是吵架 最後變成差一點就斬人 但是這個女人也是靠兇的 用刀拍銀大腿 即是兇人 是吧 這麼厲害 拍了樣子出來 這些報警可以抓他的 攻擊性武器 恐嚇等等 快點弄他 這些女人真的是 搞不定 一失控的時候什麼都做得出 好了 另外 說一下這一宗 背妻偷食 那個男人 不滿婚居的老婆 認識了一個男性 一夜之下 就強姦前妻兩次 那法官 你說強姦老婆 是不是 不是前妻 分居妻 沒有正式離婚 經常說結婚怎麼強姦 那法官判 坐了七年半 他說 那法官說 你自己外面也偷食 你老婆偷食 你強姦她 那就說你雙重標準 判囚七年 地盤公 和分居妻 他私下和其他男人有聯絡 夜闖分居妻的家 一夜就掃到強姦妻子 和強迫江交 甚至用護膚品瓶 塞到她的私處 這麼糟糕 還逼這個女人下跪 嘩 真是恐怖 說到昨天在高等法院審 法官 是女人 張惠寧 說被告聲稱 因為看到妻子的手機 發現和其他男人有對話 生氣過頭 而強姦分居妻子 但她案發前 和另一個女子有其他戀情 她批評這個被告 有雙重標準 說被告和人通姦沒有問題 但是你的婚居妻和別人出去 是不行的 這樣嗎 你以為會輕判 大家因為婚居還未正式離婚 入獄七年半 是的 法官說 任何女性 都有權拒絕與人性交 包括她老公的權利 嘩 你真是 你不要以為可以 老婆也不行 報警拘捕你的 給錢就可以 老婆也不行 總之她說不行也不行 但是很多時候 有些女人根本沒有感情 給錢也好 但是老婆就不行 你不可以當她是性工作者 或者發洩 但是有些女人 你給錢去包她 她是要做的 法例和什麼各樣的 很奇怪 但是我們這些都不會強調 你情我願 有腦有亂 最重要是自怨 是不是這麼說 錢的方面也是自怨 但是這個就是分居 總之你還未離婚 一樣判七年半 我覺得其實判得很重 你問我這件事 相當之重 但是當然她有侮辱的成份 是不是 做一些無聊事情 這個重還重 但是也是一個懲罰 麻煩這個做案例 七年半 那些不要强奸了別人 那些無辜的那些 又說什麼 這個法官也好 這個法官 我想如果上次那件 女權手那件事 被她判 分分鐘已經入了 都還沒頂 我不知道 陪審團說事 有時候不是法官說事 但是我看到很多強奸的案例 很多都不是判得那麼重 七年半都是挺重 如果從法庭的案例來看 另外再說 灣仔有個瘋子 哇 她真的露點 不是跟你說笑 灣仔女子危坐的士車頂 上山赤裸衝出行車線 傻的 這女兒 上身不穿衣服 看她的樣子也很年輕 但是她的樣子 今早的 7點36分 有個駕駛人士 逃經這個灣仔 魔力神山道 發現 有個的士停在路邊 有個女兒坐在上面 好像傻傻傻 那樣 就是 壯似豐腐 擔心她有意外 說她的女人之後 衣服都脫了 半身赤裸在這裏徘徊 一度衝出行車線 擋住車子走 她的情緒激動 又躺地 又語無倫恥 又哭又叫 就叫警察來 據悉女事主較早前 和一個男人發生爭執 然後就搞到這樣 叫那些執法人員 拿衣服包著她 就把她夾走了 香港的 很多神經病 另外也有很多慘事 有個男人 在灣仔落黑道打籃球 暈倒了 送院搶救 證實不止 波友說她的身形是胖 事發時 有人用自動體外心臟去電器 就急救她 看看可不可以電回她 電她 你看她的心是否真的會停止 按她好像比較穩固 你做心外壓好像比較好 有啊 已經有人按心了 但也沒有用 是的 那麗敦子園搶救無效 但其實按心也能救很多人 起碼七成能救得到 我們上過聖約翰救傷隊那些 那些班 急救班 你不按不理她 她死得快些 按心的原理就是 無疑心臟泵血上頭 人應該會死 心臟停頓 血供不到養上腦部 按心就是做那一刻 是的 還要有這麼大力 按下去那一刻 有些人說 按斷那些勒骨 勒骨按斷會生得回 腦缺氧會死亡 是的 所以我們想救雙班的時候 因為香港很多人不懂得急救 所以死亡率是高的 很多人說不要管她 警察正在管 你看著她死 我勸喻那些人 全部 有份聽的都去聽一聽的急救班 否則你身邊有人 你身邊有人發生這些事 你救不到她 那個急救的 警察就是這麼說 他說他父親 70多歲的時候 曾經這麼昏迷 他這些都是法報師 他法報師幫完人之後 幫自己 他父親昏迷 剛好他回家 他父親昏迷 他幫他父親按心 然後他來 他活多了20年 如果不然他父親就死了 是的 這些就沒辦法 但是這個按心也死了 46歲男子打籃球 期間昏迷失去意識 這樣就這樣吧 立即報警 來到救護員各樣都沒用 說他已經死亡 那什麼事呢 不知道 不關事那些吧 真的不知道 為何無端端的 很難說 好像這宗這樣 剝牙 剝到心臟停頓 送到ICU 你聽過沒有 40歲男子 接受麻醉 在牙科診所 剝牙期間昏迷 呼吸心跳就停頓 嘩 你死不死 劉院ICU 不省人事當然是報警 醫護人員在場 事主送到馬加利醫院搶救 這個不知道有沒有幫他按 這個姓劉 40歲的男人 沒有長期病患 他剝牙的時候 接受過麻醉 或者其實可以 你不要經常說什麼針 麻醉針也可以 如果身體有排斥 會有這些情況 因為之前有人抽支 打麻醉針 死了在手術桌上 也是這樣 心臟停頓 呼吸停頓 所以這個 就說他經過急救恢復 但是仍然昏迷 他有心跳 但是他依然是醒不到的 究竟是怎樣 很難說 所以剝牙的事情都是說緣分 我很害怕 我有一隻智慧齒 我自己剝了下面那隻 上面那隻不斷生牆 也沒辦法 自己拿來 因為又是因果病 看就怎樣 我最近的牙齒也有些發炎 但是盡量 我回來香港也會檢查牙齒 洗一下牙齒 不要讓牠住了才剝 這樣就很重要 另外有一個護士 探訪一個日東村失聯的病人 不見了病人去哪裏 就揭發中聯婦人在日東村燒炭死亡 53歲 女病人 很可憐 可能陰病 在昨天下午5點離世 另外 昨天有一宗說是葵聯村 說多些 中三的學生跳樓穿著校服 穿著校服 昨天上午7點4個字跳軌 只有14歲 在北區一間中學讀中三 聯絡到媽媽 媽媽知道兒子這樣跳了 當然是豪哭 可憐 只有十幾歲 現場有為輸 男生因為家庭生活不開心 轉牛角尖 是的 原生家庭 你還沒脫掉家庭的時候 有很多痛苦 我以前小時候都有 個個都有 誰人都有 以前去拍拖和女生 跟我說有這些 看見浪浪阿三想跳到街上 是的 不開心當然有 但他會跟我說 不開心 你跟小孩子不開心 你要開解一下各樣 但有些家人不知道 他不開心的全員就是你 你又不知道怎樣跟他溝通 你又不明白他在說什麼 別人打機 上中下路三路 你懂得聽嗎 不懂得聽 所以說經常要在網上接收多些新的資訊 盡量不要脫離小孩子的思想範圍 否則悲劇都會出來 好 另外說一下那個 綠色殯葬 10年升了1.7倍 接近兩倍 多了很多人殺骨灰下海 去年整體死亡個案佔了15% 即是有一成半的人 就是殺骨灰下海 看到這個新聞就說一點點 你說生不帶來死不帶去 肉身那些東西都是 其實都是食物食物遮回來的 那你不吃東西的人就會瘦 是否這樣說 那你的人死了 肉身留在這裏 其實你問我很好生意 其實有些生意 我有個朋友打算做 有個大郵輪 郵輪骨灰 就長泊在一個地方 然後裏面可以做到幾多萬個靈灰位 每一個幾多萬 就發達了 這樣 起碼都是過億的 那裏 是呀 賺錢而已 那 那你肉身有時候的東西過了去 不是呀 他留在這裏 親人最後留在這裏 那些東西 一百幾十年後 連你自己都沒有了 暫時存在 大家都不用這麼執著 是啊 不用這麼執著 何況你說這些位置 過了幾十年之後 你說不續期 他又會和你掃了他的 你這一代 不是和他續 你下一代也未必和他續 因為下一代也要和你續 是不是這樣說 所以這些東西 我覺得不用看得這麼重要 當然有些人說 喂 不可以這樣 很重要 那你覺得重要 你就很重要 但我覺得有些東西 都是要放下 因為時間是不斷地流逝 人始終暫時存在 他已經過去了 你也將會過去 大家都將會過去 包括我 包括大家 那些人就看到這些 好像我朋友那樣說 喂 我認識的 是郵輪 擺到多少萬個靈魁位 可以發達了 其實你自己看 有些事情 還有香港本身 那些骨灰陰位 其實真的不太多 供不應求 還有說 擺到露鏈那麼遠 有些人 有些人 有些少許以人法 將死者的鞋骨 以人法 哎呀 祖先擺在那裡 風涼水冷 什麼什麼什麼 唉 他有感覺 也不是什麼 不是先人 有些事情 是做給自己看 是呀 我也有那些祖先 擺在那裡 我也有 走去數目 那一次 半次 但我告訴你 他在我心裡 我經常發夢 我只顧著他 我都看到他 不用一定走去一個 大家都很陌生的地方 然後在那裡做一些事情 我不用 我不用 不代表所有人 總之就是這些新聞 拿來說 跟大家說一下 另外 說回一點 這個 微波爐 究竟有沒有輻射 會不會致癌 其實爭了很久 有人說會 有人說不會 那微波粒子 其實就是 磨擦水分 令它生熱 會不會 其實我也回答不了 因為我本身就不是科學家 但是有 你看到政府的公告 就說不會 那樣 有些營養師又說不會 那就相信一下他 可能20年 10年之後 推翻都還沒有 但是就想告訴你 微波爐有些東西 不能放進去 三樣東西 不鏽鋼 鐵 和石子 對了 千萬不要 尤其是石子 我們年輕人的時候 在71 釘杯麵 連石子放進去 我們親眼看到 整個是營火的 馬上拉出來 趨勢它 那時候 千萬不要 另外 不鏽鋼和鐵 反射會損害微波爐 可能會有毒 大家自己小心一點 今天先講到這裡 下次再談 拜拜